主席 主席 我們請郭部長 好 請郭部長 洪委員長 部長早 我想一粒一休跟二粒的問題 其實我們已經好幾次會議的一個討論 所以一開始我先針對 上禮拜 發生的颱風架的問題跟你糾教一下 部長 我問一下颱風架的性質是什麼架 基本上它不是一個架 它只是一個 一個就是颱風 然後 請止上班 所以它基本上它不是一個架 好 那它的規定在哪裡 我們目前是用定一個要點 在執行 定一個要點嘛 那這個要點應該就是 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 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 以事業單位來講應該是 要遵守這個要點來執行 是的 好 那在那個颱風發生的時候呢 桃園有一家電子公司它有公告就是 7月8號如果大家沒有來上班的話 它就是要調到7月10號要出勤 那這件事情 勞動部有跳出來說這是違法 是違法 那後來的這個處理的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請桃園市政府去現場做了解 看它到底這個公告 是不是事實就是這樣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要加以處理 那後來咧 又出發了嗎 今天會把執行的結果會回報給我們 好 那我希望真的有實際到現場去了解 它是不是有這個違法的一個狀況 那以及後續如果真的有它發了多少錢 這個我希望我們能夠趕快知道 那因為其實我們一直在講說 這個我們台灣在訂法規 還有就法令或者是這些規定 其實都非常的有彈性 所以我們這個颱風架跟天然摘開架 其實是沒有入牢計法的 我們用這個要點來規範 但是其實這個規範裡面其實是很有彈性的 而且雇主也是可以無限的去放大這個彈性的 我就來講這個第七點的部分 其實是最明顯的部分 第七點 來 部長你也看一下 他是說勞工因前點所定之情形無法出勤工作 雇主已不扣發薪資 但因雇主之要求而出勤 雇主除當日工資照給外 已加給勞工工資 並提供交通工具交通經貼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我白話來翻譯一下 白話翻譯就是如果那天沒有辦法出勤工作的話 雇主可以不發給薪資 也就是說那一天可以扣掉他的薪資 好 那我在翻譯後面那一句 雇主除了當日工資照給之外 已加給勞工工資 這邊就是說白話去翻譯就是說 可以不用加給這個工資 所以我們現在呢 其實那幾天網路上一直都在流傳說 其實那一天如果你放假 其實雇主是不用付給你薪水的 他可以扣掉那一天的工資 好 那你來加班 其實我也沒有必要要就是加給這個薪資的部分 然後我想要問一下部長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遵守這個要點的話 這個要扣不要扣 要給不要給 就是看雇主的良心 是這樣嗎 不是 報告這個委員 那麼當初會用疑 實在是因為他沒有入法 因為大概全世界大概到目前為止 大概還沒有是用法律來規範 跟颱風放假這件事情 那麼因為這牽涉到 因為這件事情放假是非可規則於雇主 所以就因為沒有入法 所以牽涉到全力義務的關係 所以我們利用要點的話 大概只能疑 不能陰而且沒有罰則 沒有罰則 所以當初用疑的情形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未來有入法的話 那當然這個情況就可以改善 好 因為現在其實中委員 我們中恐召委員他有提一條修法 那不知道部長也知不知道 他要增定事實之一條 他希望把這個天然災害架 也把它定進去 那部長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報告這個方向 我想我們勞動部一定是支持的 支持 只是認為說在這個修法 或是立法之前 可能要再加強一點 跟各界的溝通 希望能夠建立更多的社會共識 我想這會比較周爺一點 好 因為其實我要說這件事情 就跟我們等一下討論的一例一休 其實是有很大的關聯性的 因為其實在台灣我們的一些規定 跟一些法規 其實它都是具有彈性的 因為我們必須給雇主一些彈性 讓他去應應這些事情 但是這些這樣子定了之後 其實因為台灣的一個企業文化 以及就是我們以前 過去長久時間養出的這些灌老闆 他都會濫用這些規定 所以我才會一直說 我們現在勞工 他是處於劣勢的一個狀況 跟資方來比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條件 可以跟他談判 其實你說工會 工會現在主的 其實公司也不多 其實就幾百家 所以在台灣來講 他的比例其實算非常低的 所以其實我一直要講的是說 我們的這個法律 其實老實講 他是在保護最弱勢的勞工 但是我們現在的法律 或一些規定 到底是站在資方 或是站在勞方 其實大家都看得出來 好都是傾向資方的 所以我希望說 新政府上台之後 未來在法定的奠定上面 能夠真的是站在勞方的 這個角度 是有利於勞方的 而不是都是有利於資方的 所以這是台風價的部分 我要特別提出來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提到 這個一例一休 因為其實已經討論非常多次了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法令 其實我們是在約束資方 讓勞工能夠獲得 充足的一個休息 所以是要約束資方 那如果要用以約束力來講的話 剛剛報告裡面 也講得非常的清楚 報告裡面呢 就是說 如果是良力的話 就是會非常的嚴格 會很多狀況 他沒有辦法來加班 但是如果是一例一休的話 就是勞資合一 就是勞工跟這個資方談好之後 他就可以來加班 但是這個勞資合一的部分 我上禮拜也給部長看過那個同意書 因為我們還沒實行之前 其實現在就已經有公司 他就是要求這員工去欠這同意書了 那還有一種狀況是說 其實員工他很想休假 可是他雇主要求他來加班之後 他就不敢 不敢說他要休假 那因為他怕黑掉嘛 黑掉之後 他以後在公司就很難生存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他被老闆拗 然後他就是也覺得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來了 可是他心裡面是百般的不願意 然後這種狀況的話 我想問一下部長 他這樣算不算是勞資合一 他們到底算不算是情投意合 包圍這樣子看起來就 因為很明顯是違背勞工的意志嘛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配套方面 其實也考慮到這方面 包括你要讓雇主減少 降低他請這個勞工出來加班的誘因 就是給他多一點加班費的負擔 現在他用了成本 他就比較不會這樣做嘛 這個是第一個嘛 第二個 我們就嚴格的限制他在 一個月46小時之內 所以對他的健康不會有影響 對雇主來講 他或許覺得 那46小時 禮拜一到禮拜五我也需要用 所以他就會把那Coda用完了 第三個就是 我們一定會加強我們勞檢 大家一直覺得對我們勞檢是存疑 那我覺得像這樣 類似像這樣一個志願書 那等於是像跟我們的勞檢來挑戰一樣 我們未來勞檢在量跟能方面 一定會好好的加強 做一點成績給大家看看 好 那我就要問 我剛剛講說要勞檢 那現在其實如果說勞工他不同意加班之後 他被刁難 他甚至被解雇 或者是說 他沒有拿到剛剛部長說的這些加班費的時候 他有什麼方法來保護自己 第一個他如果要檢舉的話 他可以打1955 我們現在是 接到電話24小時 工作日 工作日的2小時之內 我們一定會派人到現場去了解 所以勞工他就用申訴的辦法來處理 但是我想問一下部長 現在74條也有這個勞工申訴的一個保護機制 勞基法裡面有規定 那你認為說現在的一個運作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現在各縣市政府 這個裁罰的狀況 以及過去一年的這樣的申訴案例有幾例 幾例我可能要查一下 不過74條裡面的規定是 雇主不得因為勞工為前向 申訴為宜 解雇 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但是委員可能會講說 這個文字是文字 但是實務上可能還沒有辦法完全保障到勞工的權益 不過我是覺得我們去調查的時候 可能要講究一點技巧 不會是傷害到檢舉的這些勞工 因為我想留一點時間給勞團 我是要跟部長講 其實現在的申訴 其實我覺得效果很低 我也希望說勞動部這邊回去做一下統計 在過去一年當中 各縣市的申訴案件以及採法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再把這個資料 提供給委員參考 對 再提供給我們辦公室這邊 好 這是我要講的 其實我們 我們可以透過後面的一個方式去補救 透過勞檢 透過申訴去補救 但是我們為什麼不在 一開始就把事情做好 我們把這個規定嚴格一點 然後確實去保護勞工 去保護這些弱勢的勞工 這為什麼我們不能做 這是我要提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 我們給靳汝一點時間好不好 我們來聽一下 勞工他實際上面會遇到的一些困難 各位委員 各位大家好 我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吳靜如 也是公斗的成員 我想要提醒大家 目前在台灣 從1989年開始 我們就引進了廉價的勞動力 那這些勞動力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60萬人 其中 大概有40萬人 是在勞基法保障下 是低薪的 是長工時的 那我想要問一下勞動部 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 一例一休 包括七天假 有沒有任何一個 其他國語言的版本 讓這些40幾萬勞工 家務工不在勞基法保障下 這是我們一直爭取的 讓這40幾萬勞工知道 他們的這些價被砍掉了 有沒有人讓他們知道說 改了之後 他們以後的工時可能更長 所以這個是我們到現在為止 不懂 勞動部到底怎麼對待這些 弱勢底層的勞工 然後再來 關於七天假的部分 我們要一直仰視 七天假對於這些底層勞工 一方面是保障他們休息 移工們猝死的案子 不知道勞動部有沒有統計 到底到現在多少了 移工們對於台灣的建設 對於台灣的GDP 增加了多少的這些幫忙貢獻 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 能夠真的保障他們 七天假的砍價 更是直接的影響到這些 其實就像剛剛委員講的 弱勢的勞工 其實根本沒有說不的權利 他們怎麼說不 連勞動部的語言都沒有 他們怎麼跟勞工 勞動部 雇主講說我們今天不要加班 所以很多問題 其實對這些弱勢勞工講 所謂勞資的合意 包括 不要講什麼工時要不要加班 包括我的護照居留證 是不是可以自己 自己保存 這個都還是 有簽那個所謂同意書 所以我覺得 這部分在這些底層勞工上 我們一定要要求的是七天假的部分 不能扣 然後兩例的部分要做到 才能夠確實用公權力 去對這些底層勞工有所保障 謝謝靖魯 部長 這個我們勞團的聲音 也請把它納入你們的一些考量當中 尤其剛剛提到的這個移工 尤其是這個看護的這個家庭看護工的部分 因為他現在也不受勞基法的保護 所以其實這個我也之前一直在提出 那這樣的一個 我們現在砍架的一樣會影響到他們 那你們現在連這個版本都沒有 就是外文的版本都沒有 怎麼樣保護這些外籍移工的一個權益 這邊請要提出一些配套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吳玉琴委員進行質詢 那主席請郭部長 好請郭部長 吳委員長